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那个 我们今天的这个 真言的介绍 真言的介绍 我们昨天有讲到的 就是说 我们现在 介绍了这些读 真言的问题 真言分几个部分 大部分真言 你看我们都是很短 精短的 短小精干的 然后呢 让你很容易去 去记得它 背诵它 然后事实上呢 这个基本上 它就是一个参考书 我们这个 我们的真言 就可以是一个参考书 我们常常一次又一次 要回去参考 或者是一年之内 我们常常常常常 要回去看这些东西 那你读的多了 就有引申出一个 有一个问题 我们就提出一个问题来 就是你到底是怎么读这些真言呢 读这些真言的学习方面的问题 OK 如何读 How to read these proverbs 如何读 现在就要告诉你如何读了 First of all 首先 这就是刚刚你们讲的 First of all 首先 proverbs are by nature about probabilities 什么叫 probabilities 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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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率 OK 所以是它有可能发生 是不是 但是不一定都会发生 这是一个概率 一个可能性 所以它本质上 nature 它天生的 天性上 本质上 它就是一个概率 OK 所以 比如说我现在教你一个真言 有人跟你借钱的时候 你要注意什么事情 或怎么样 那就表示 这种事情是很可能发生 过去也发生过 那过去那些聪明人 有智慧的人 人家是这样做的 所以我们就是把那个概率 怎么样可以处理的很好的 我们把它的本质拿出来说 然后交给你 OK So 现在接下来 You fear the Lord 你敬畏神 And you make wise Good choices Good choices 你就做智慧的 而且美好的这种选择 所以基本上 讲到概率就有选择了 那你要选好的 还是你选不好的 选美善的 还是选恶劣的 所以它就是一个选择 Good choices 要wise and good choices 又智慧又好的选择 好 Things will likely go well for you Likely 这个likely我们以前讲过 什么叫likely 很可能 很可能 可能吗 很可能 可能的 很可能 OK 所以有这个可能性 看起来似乎挺有可能 Things will likely go well for you 这件事情呢 事情有可能对你来讲 是很不错的 OK 所以我们都是选善的 选美好的 如果有人跟我借钱 我要这样的说 如果我的婚姻面临到问题 我要注意这样 所以 因为你敬畏上帝 OK 所以你就要做智慧好的选择 OK 那么那些事情呢 让你看起来这样的 比较好的选择 好 If you don't fear the Lord 好 这个前面一开始注意 是先讲fear So you fear the Lord 前提第一条是 你敬畏上帝 那如果 假设 你不敬畏上帝 If you don't fear the Lord 不敬畏上帝 You are 什么 你就是愚蠢的 Foolish Foolish 你就是愚蠢的 愚昧的 Your life 你既然不信上帝 你又是愚蠢的 Your life will likely not go so well 所以很有可能呢 你的生命啊 你的生活 就没有过得那么好 所以一开始 就已经把人分两条道了 第一条是一定要敬畏上帝 你敬畏上帝 OK 很有可能 所以我们都是做智慧的 好的选择 那么极有可能 你就会过得很好 OK 因为信奉 信奉耶和华就是敬畏上帝 就是什么 知识的开端 人就是会聪慧 人就是会变得有智慧 OK 好 下面说 Now that is all often true but not always All often true often是什么意思 经常 对 经常性 所以这个就是 大部分 我们现在讲的 所有的事情 经常性的 都是真理 都是这样 但是不是 always always 什么意思 总是 不是永 一直都是这样子的 OK always 是一直 所以 often是 这个出现的几率高一点 OK 所以常常会是真理 但是不 一直都这样 好 which leads to the next point 然后就转到我们的下一点了 下一点上说 that proverbs are not promises 这点非常重要 我们的真言 所讲的真言 并不是 应许 promises 不是应许 they are not formulas for success 什么叫 formulas 什么叫 formulas 这种 模式吧 固有 模式的意思 OK 可以讲 公式 对不对 你套上 这个 公式 你就可以 所以 formulas for success 它并不是一个 成功的模式 成功的一个公式 不是一定 百分之百准的 你不要想 它是一个 首先它不是应许 they are not promises and they are not formulas for success formulas 就是成功的这个 公式 成功的模式 你一套上去 你必然成功 不是这样子的 OK so some proverbs 所以 在这个讲法之下 有一些真言 for example 什么叫 for example 去历嘛 历诀 例如 the fear of the Lord 敬畏上帝会 prolonges your life 什么叫 prolonges your life 延长 延长你的岁日 对 它会延长 让你延年益寿 prolonges your life but the years of the wicked 那些恶人的年岁呢 are cut short 所以我们有一个这样的真言 有一些真言 例如他们说 你信封 敬畏上帝的话 你就 你的生命就会延年益寿 但是恶人的岁月呢 就会被 被减少 被减短了 或者是说 所以意思就告诉你 是有这个真言 可是不 一直都是 都是这个样的情况 也是有例外的 不是每一次都这样子的 or train up a child 什么叫 train up 训练一个孩子 也是培育的意思 ok 这个train up 为什么要用up 指的是 结果嘛 要养成嘛 要训练出来 ok 所以train up 有什么意思在 跟train呢 train a child 培训训练 那就是 就是 一个训练 乱练 一个乱练 他的训练当中 就是把一个孩子 训练出来 培养出来 这种感觉 ok train up a child 指的是 把他培养 所以不是 一次性的训练 ok train up 是你表示你 尽心竭力的 用很多方法 去让他 培养出来 train 是单纯的训练 我现在训练你 怎么上厕所 train 是不是 我可以训练你 怎么自己吃饭 train ok train up a child 就是方方面面的训练 培养 好 我们训练 培养一个孩子 in the way they should go 用一种方式 什么方式 就是他们应该 这样做的方式 when they are old they won't firm from it 当他们年纪 大的时候 所以我们小的时候 我们培养他们 这个孩子 他们应该 做的方向 那么等他们 大的时候 这个old 不一定是老 不一定是老 而是他们 大的时候 they won't firm from it 什么叫 firm firm turn from 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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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意思 这个应该也是 偏离的意思 就偏离嘛 他们不会偏离 转向 他们不会转向 因为你小的时候 你就训练这孩子 有礼貌 他长大了 还是有礼貌 你小的时候就训练他 好好吃饭 他们就会继续 好好吃饭 so they won't turn from it ok 不会远离 这个你的教导 ok so yes fearing God 所以呢 敬畏 上帝 being a moral person 什么叫 moral person 有道德的 有道德的人 道德的人 作为一个有道德的人 well most likely 你看前面是likely 现在是most likely 大多数情况下 可能 非常有可能 是不是 就比那个likely 还要再多一点可能了 ok most likely 比如说明天 你要不要来我家吃烧烤 most likely I'll go 很有可能 most likely 就是很有可能 所以对于一个 moral person 一个有品德的人 ok 一个道德的一个人呢 很有可能 lead to a better longer life 很有可能 我们在几率上来讲 概率上来讲 就很有可能 把它引导到一个 更好 更长寿的 一个生命上 去 ok 这样有没有问题 好 下面讲说 and raising your kids raising 这什么叫raising your kids 养育孩子们 养育你的孩子们 养育你的孩子 in a stable loving home stable loving home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家庭 稳固的 稳固的 而且充满的爱 所以是一个稳定 ok 不是动摇 不要今天 三天打鱼 两天再往 今天孩子有的吃 明天没的吃 这个就不对了 是一个稳定 而且充满爱的家庭 你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来 扶养你的孩子 does set them up well set up well 什么叫set up well set up 是立定的意思 立定 也就是把他们 培养起来 所以基本上 就是把他们 安置得很好 set up 是把他们 安置得很好 does 这个does 是一个加重语气 这样的话呢 在用爱 又平稳的家庭里面 就会 does does set them up well 真的就是把他们 安置得很好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ok 所以 你需要你的孩子的时候 当你准备要孩子的时候 你就应该有一个稳定的生活 一个充满爱的家里面 然后把他们来抚养 长大 当然就把他们 安置得很好 but there are no guarantees 什么叫guarantees 当保 保证 没有保证的 没有保证 一定这样 就是那样 我们现在讲的是 most likely 很有可能 这个孩子 在一个这样的环境下 成长 他是最后 你会安置得很好 孩子就会过得很好 会怎么样怎么样 but 通常我们后面都还要在家具 there are no guarantees 这没有保证的 不做完全的担保 没有包结婚 包生儿子的 是不是 不一定的 这样子 但是呢 大部分 极有可能 很有可能 孩子在这种环境下 生长 是非常好的 好 到这里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 我们从头再来看一遍 我们从前面 老师我有问题啊 好 请说 那个raising your kids 他是养育孩子 raising raising 不要 他这里打成了 扶养了 他不是有抬举的意思吗 不高举 raising 是慢慢 就生起来的意思 对不对 你的孩子 慢慢慢慢 把他拉拔长大 我们中国人讲 拉拔长大 raising your kid 就让孩子 让孩子长大了 是 你扶养你的孩子 你把 拉拔长大 在一个 stable loving home 很稳定的 有爱的家庭里面 把他们 拉拔长大 明白了 好 OK 好 我们回到前面 来看一下 OK 所以呢 我们在学 怎么样 我们今天讲的是 how to read these proverbs 我们怎么读这些 真言 好 first of all proverbs are by nature about probabilities 这一句话 非常重要 真言 基本上 就本质上而言 它是怎么样 它是一个概率 在讲概率 不是有绝对的 但是通常 如果这样 很有可能 就有我们想要的结果 so you fear the lord and you make wise good choices OK 所以你敬畏上帝 当然你就要做 这种智慧的 美好的这种选择 是吧 前提 它都是从 fear the lord 开始讲起 敬畏上帝 好 things will likely go well for you 所以你做了 美好的选择 因为你敬畏上帝了 那likely 可能你就会 过得很好 敬畏上帝 就让你过得很好 and if you don't fear the lord 这是反面教材 如果你不敬畏上帝呢 you're foolish foolish 你就很愚蠢 很愚昧呀 如果你愚昧的话 your life will likely not go so well 这个是 想当然了 是吧 你愚蠢愚昧 当然你的生活 就不会过得很好了 now that is all often true 所以这个呢 通常 对所有事情来讲 常常都是对的 都是真理 but not always 不是一直都这样 也有不这样的情况 ok 因为它就是一个概率嘛 probabilities 我们前面讲 which leads to the next point 我们就要讲到下一点了 that proverbs are not promises promises 所以我们要讲 proverbs 我们的真言 并不是一个应许 they are not formulas for success 它并不是一个 成功的公式 不是你把它套在里面 oh 这样我就一定会成功 不是绝对的 so some proverbs for example 我们有些真言 例如说 the fear of the lord prolongs your life but the years of the wicked are cut short 所以有一些就讲说 你敬畏上帝的时候 会延长你的生命 但是呢 恶者的年岁呢 会被 给缩短 是不是 所以我们在训练孩子 我们这个trained up 在培养孩子 in the way they should go 我们要在一种方式下 这个培养孩子 就是他们应该走的这种路 应该走的路 and when they are old they won't turn from it 所以当他们年纪大的时候 他们就不会转离开这个 你从小怎么 教他们就像捏那个头土一样 你从小教他们要爱人 他长大了 他就会爱人 理论上不是绝对的 不是一定保证这样 但是绝大部分的情况 这个孩子会接受 他小的时候所受的培养 栽培 就继续这样 他们不会转向了 so yes fearing God being a moral person 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 成为一个 moral person 什么叫moral person 道德的人 有道德的人 叫moral person 有道德的人 a moral person well most likely 所以你如果敬畏上帝 你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most likely 很有可能 lead to a better longer life 很有可能 你就会活得长寿 年年益寿一点 and raising your kids in a stable loving home does set them up well 然后呢 你如果在你的 在一个很稳定 有爱的家庭里面 来把你的孩子 拉拔长大的话呢 确实会把他们 安置的比较好 安置很好 but there are no guarantees 没有绝对的保证的 不是一定就是这样子的 好 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我有个问题 就是上边有一个这个 说这个我们 看下 引出下一点那个 然后他说 yeah 后边有一个那个 that proverbs are not pharmacists 这个that是不是 应该是 这个是一句话吧 这个that应该是 这个地方应该是一句话 没错 小写做这point的这个定语嘛 是吧 对 没错 that ok 然后那个说 when they are old they won't turn from it 这个it是指这个 success还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们 在什么地方 就往下 就是说他们 被训练训练好了 然后当他们即使 变大了 他们也不会偏离嘛 oh they won't turn from it right it是指的 success 我觉得 是指的 是指那些 在孩子 就是说你 train up a child in the way they should go 你培养他们 你栽培他们 是在他们该走的路上 ok 比如说你知道 the way 那应该是the way the way turn from the way oh明白 the way is the way 然后他们 等他们年纪大的时候 他们不会偏离这个 偏离这个 你教他们的方法 你教他们有爱 他们长大了 还是会有爱 对 in the way 或者在这翻成道也行 是吧 in the way the go right so you think 好 我们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这个 it也可以发现 是vizdom 也不会偏离他们 在这应该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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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train up a child in the way they should go 要 看照他们该走的方向 ok 该走的路去 栽培他们 但当他们年纪大的时候 他们也会偏离他们该走的道 是吧 这个it就是你 你培养他们的那个道 你教他们 要做好孩子 你教他们要听话 你教他们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ok 他们不会远离这样的事情 你教他们的 他们不会远离的 好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了 好 ok 那我们把这个来读一下 我们来读一下 从first of all 来 我们来读一下 Andrew来 first of all ok first of all proverbs are by nature about the probabilities 好 停在这里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ok 好 再来我们再找一个谁 我们看一下是 Elisa来 Elisa So you fear the Lord So you fear the Lord and you make wise good choices things will likely to go well for you very good 好 谢谢 我们再来 Naomi 来 Naomi And if you don't fear the Lord you are foolish you are foolish your life will likely not go so well very good 再来 稍等一下 Mary Mary 来 Now Thank you Now that is all often true but not always This leads to the next point that proverbs are not promises They are not formulas for success 好 停在这里 ok 好 再来我们看 还有谁 Joyce 来Joyce 帮我们读一下 好不好 So some proverbs 好 Some proverbs For example The fear of the Lord pronounce your life But the years of the wicked are cut short 好 下面还有谁吗 Joyce 还有谁 Joyce 刚刚 刚刚是不是Joyce 读过了 是 ok 好 再来是 Glory 来 Glory Glory 下面 ok 好 谢谢老师 Or train up a child in the way they should go and win their old they won't turn from it very good ok 他们小孩 就不会改变了 长大就不会改变了 好 还有谁 没有人了 好 我来读 ok so yes fearing God being a moral person will most likely lead to a better longer life and raising your kids in a stable loving home does set them up well 好 还有谁 Joyce Joyce 刚刚是Joyce oh 好 Joy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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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给我们读一句 最后 ok but there are no guarantee but there are no guarantee 好 停在这里 no guarantees 这个事情是没有绝对的保证的 这个事情还是有一些概率 可能有一些事情不是在我们所讲的这些真言上所说的 但是大部分的概率是差不多的 所以 他推演出来就是有的人说啊这个敬畏上帝啊为什么人就会活得比较长寿 为什么他会这个中间是有原因他可以推演出来的 ok一个有道德的人他在一个稳定有爱的家里面成长的话 确实他们会被安置的比较好 当然他们的生命寿命就会比较长 这个延年益寿 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大家都很了解了吗 老师 这个longer life 他是最长的人生的 long 就行了吧 这边还来个longer life better longer life 又好又更长的寿命 这地方应该要有一个comma 逗号 better longer life better longer life better longer life ok 这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子叠着用 ok比如说一个更美丽更有钱的女人 我现在结婚的这个女人不够美丽不够有钱 我要娶一个更美丽更有钱的女人 我要娶一个更美丽更有钱更聪明的女人 ok 我要娶一个更温柔的女人 都可以这样用 都可以这样用 好 他这他这就是他这就是隐含的指那个跟不敬为神和一个普通人比较而言 做对比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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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这不是绝对的哈 no guarantee 像我们约伯是不是也是冒出一个 哇 这个是肯定是一个特别的例子 是不是 也有这种 但是呢 大部分而言对我们是这样子的 好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没有了 我们看一下录像 好 大家会不会觉得很辛苦啊 怕你们太辛苦 你们会觉得很辛苦吗 我们不辛苦 老师辛苦 ok好 老师辛苦 不不不 老师是想我们什么脑子很辛苦 脑子也有点辛苦 得好好理解 看你们太辛苦了 ok 我们在小处 ok 这个proverbs 大家要练一练这个字 发觉有很多人好像这个字念的不够准 所以我们要稍微误一下这个字 prover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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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v很考验你 v 上牙咬着你的下嘴唇 当你往外吹气的时候 你要摩擦它 prover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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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稍微练一下 稍微练一下 ok好 我们来把昨天的那个给放上来 我们看一下 好 这个可以看到 好 这个可以看到 but not always which leads to the next point that proverbs proverbs are not promises they're not formulas for success so some proverbs for example the fear of the Lord prolongs your life but the years of the wicked are cut short or train up a child in the way they should go and when they're old they won't turn from it so yes fearing God being a moral person will most likely lead to a better longer life and raising your kids in a stable loving home does set them up well but there are no guarantees lots of things can and often do go wrong in our world 好 我们停在这里 我们再 再放一遍 再听听看 我们从这里再开始 再来一遍 which raises some important issues in learning how to read these proverbs first of all proverbs are by nature about probabilities so you fear the Lord and you make wise good choices things will likely go well for you and if you don't fear the Lord you're foolish your life will likely not go so well now that is all often true but not always which leads to the next point that proverbs are not promises they're not formulas for success so some proverbs for example the fear of the Lord prolongs your life but the years of the wicked are cut short or train up a child in the way they should go and when they're old they won't turn from it so yes fearing God being a moral person will most likely lead to a better longer life and raising your kids in a stable loving home does set them up well but there are no guarantees lots of things can and often do go wrong in our world